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我和黄小桃来到法医试验室里 只见铁架床上用白布覆盖着一具尸体 旁边的铝盆里还放着摘取出来的人体器官 除了内脏的骚臭味之外 我还闻到一股茶香 孙冰心正趴在旁边桌子上写东西 旁边还放着吃了一半的甜甜圈 还有用保温壶盖子装的蜂蜜茉莉花茶 黄小桃叫道 孙大小姐 工作期间吃东西 你是来玩的吗你 我感觉这不是关键吧 关键是孙冰心竟然在这种场合吃东西 孙冰心在椅子上转过来 活动了一下肩膀就说 太无聊了嘛 原来当法医天天要写报告 写得我都要累死了 早知道这样我也当武座好了 我笑道 武座不收女弟子 孙冰心跑过来 从口袋里取出一副 贫光眼镜戴上 眼镜很大 几乎覆盖半张脸 他说 孙冰哥哥 大家都说我长着一张娃娃脸 戴上眼镜是不是显得成熟多了 我点点头 完全想变了个人呢 孙冰心很受用地笑笑 黄小桃却吃醋地说 但什么都掩饰不了你那一脸的幼稚 你才幼稚 我哪里幼稚了 说别人幼稚的人 自己才最幼稚 不知道幼稚的人 才是最幼稚的 两人就像蟋蟀一样 见面就要逗两句 我打断他们说 你们两个注意点形象啊 对了 我来看一下 那桩杀其案的尸体 孙冰心惊讶地张大嘴巴 可是尸体我已经解剖了呀 我摆了摆手 不要紧 随便看看 孙冰心揭开白布 下面露出一具 已经被打开胸腔的女性尸体 黄小桃可能许久没看到这幅画面 不太适应地捂住嘴 孙冰心问道 小桃姐姐喝茶吗 黄小桃瞪他一眼 从孙冰心那一脸贼笑就看得出来 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我说 你有什么发现吗 孙冰心两手插着口袋 挺有法医范的 绕着停尸床转圈 说 死亡时间大概为 昨晚七点半到八点左右 死因是 喉部静动脉断裂 导致血液溺流 引发的窒息与休克 丝肢身上没有搏斗痕迹 也没有化验出任何的药物 除了自己在挣扎过程中 撞出的瘀伤之外 没有其他外伤 孙冰心指着旁边一个 装着流制的塑料袋说 那是死者的胃容物 里面有最后一顿晚饭 吃的是海鲜什么的 通过食物的消化程度 可以把死亡时间 再精准地缩短几分钟 我记过话差 总而言之 死者一定是八点钟之前死的 对吧 孙冰心点头 我戴上一副橡胶手套 检查了一下伤口 伤口十分平整 是从右往左滑的 从倾斜角度看 凶手的惯用手应该是左手 我回忆了一下 犯罪嫌疑人丁某 也是左脖子 孙冰心递过来一个 装在袋子里面的水果刀 刀子挺锋利的 上面沾了一些凝固的血迹 他说 这就是现场找到的凶器 和伤口完全吻合 凶器没有什么疑点 我掰开伤口看了一下 声袋里面灌了一些血 啊 孙冰心凑过来看 哎 真的呀 人的声袋位于咽后中部 是由声袋肌 声袋韧袋和粘膜 三个部分组成 开合速度非常快 你听说过 有人声袋呛水的吗 几乎没有 声袋有血就意味着 死者开口呼喊的一刹那 就被凶手一刀砍中喉咙 这种反应速度 只有训练有素的高手 才能办到 死者瞳孔扩张得很大 比奥倾城献出一种极度的震惊 我拿起他的四肢活动了一下 捏了捏 叫孙冰心去看蛊疗 取一些东西过来 我和黄小桃 简单聊了几句案情的事情 一会儿孙冰心回来 去来听古墓 一瓶药水和几根银针 我用银针沾沾药水 扎进死者腿部的几块肌肉里面 黄小桃问 这是做什么呀 测酸碱肚 酸碱肚 黄小桃一脸的污水 五座确实有用酸碱肚来验毒的手法 但是这一次我并不是在验毒 等了大约五分钟 我才把银针抽出来 两人惊叫了 变色了 这是中毒了吗 我笑了 不是的 只是死者在死前一瞬间 释放大量的肌肉酸 所以吐了减水的银针 才会变色的 所谓肌肉酸是一种乳酸 在肌肉高度紧张的情况之下 会释放出来 普通人运动之后会感觉肌肉酸疼 就是这个原因 黄小桃问我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并没有马上说 而是拿着听古墓 去听死者的各个关节 另一只手 慢慢校正他肢体的位置 将其还原成 死者死前的一瞬间姿势 由于死者是平躺着的 看起来不明显 我重演了一下 死者当时 双手前伸 双腿紧绷 腰部朝左侧拧 黄想逃手 这个动作 死者当时 似乎在抗拒什么 但也不奇怪 看见别人拿起刀 要伤害自己 谁都会有这个动作呀 我说 并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 令某说过 他在家里没有地位 假如这样个男人 拿起刀要伤害妻子 妻子的反应 应该是什么呢 孙变心一口回答 反抗 我微微一笑 没错 黄小桃摇头说 我觉得这纯属千将赴会啊 无论平时关系怎么样 在遭遇致命威胁的时候 人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 会使他做出抗拒动作呀 打个比方来说吧 我突然走到黄小桃面前 几乎冲他脸冲脸 黄小桃纳闷地说 你干嘛呀 你干嘛不躲呢 黄小桃好笑了一声 我看你很熟啊 你又不会伤害我 我干嘛要躲呀 孙变心略显不快地皱起眉 这个誓言虽然有些突兀 但是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 我解释出 心理学上有一个安全距离的说法 普通的社交距离大约是一米左右 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舒适距离呢 大约是半米到一米 非常机密的人之间 距离是半米到零距离 假如陌生人跨过安全距离 被侵犯的人会本能地感到紧张不安 而死者表现的种种体征 不像是面对自己的丈夫 更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 黄小桃慢悠悠地说 我觉得吧 这之后 我从地上影子 看见孙斌兴正在接近我 突然他从后面靠近 将一件硬物顶在我的喉咙上 说 假如关系特别近的人 要伤害你呢 由于我早就发现了 所以没被吓一跳 孙斌兴失望地说 你怎么反应这么迟钝呢 我笑道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来真的 他手上拿的是他那副眼镜 我继续解释说 人的行动绝对不会违反性格 在死者眼中 向来懦弱的丈夫 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的 就算丈夫手持水果刀冲过来 他也不会表现得如此惊恐 没有一定点反抗动作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阴间审探VIP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